今天为大家安利一部精彩的美国恐怖电影《驱魔人》 影片由美国导演威廉指导 影片改编自1971年威廉·彼得·布雷迪的同名小说 故事描述一个被恶灵附身的小女孩 她的母亲试过各种途径来治疗小女孩 但都无效 最后只好请来牧师来为小女孩进行驱魔仪式 影片开头 考古学者莫林神父在尼威附近的考古遗迹中 挖掘出一个实质头像 而她后来履行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当地有一座古代恶魔的雕像 并发觉她之前发现的头像与雕像相似 猛然间她看见两只狗在附近扭打狂叫 预感到了不祥的预兆 同一个时间 在美国华府的乔治城大学 一位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卡拉斯神父 由于人生的不顺遂 开始对她的信仰产生怀疑 在乔治城的某一公寓 单亲妈妈克里斯 注意到她12岁的女儿染根 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染根满嘴乌檐碎雨 举止粗俗 做出不属于小女孩该有的行为 更做了大量的恶事 她丰富多变的扭曲心灵 也招致了人们的厌恶 克里斯一开始以为 那是由于离婚对女儿所造成的创伤 但克里斯带女儿看了许多的医生 结果均为正常 人无法解释小女孩的异常行径 眼看着染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发生了许多科学不可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当所有的科学治疗方法都失败的时候 一个医生认为染根的症状 是由于恶灵附身的信仰 所造成的精神病症状 他建议请神父来做驱魔的仪式 会有助于缓解这种心理上的精神疾病 于是克里斯找卡拉斯神父诊断染根的症状 一开始卡拉斯神父也认为 染根的症状只是单纯的心理疾病 但在亲眼目睹染根诡异而恐怖的异常行径后 他开始相信染根是被恶魔所附身了 考古学者莫灵神父 由于有过驱魔的经验 被教会召唤到了华盛顿 以协助卡拉斯神父 他和卡拉斯神父尝试在染根死亡前 将恶灵驱逐出小女孩体外 但这个恶灵宣称他不是普通的恶魔 而是魔鬼他自己 在驱魔过程的高潮中 莫灵神父突然由于心脏衰竭死亡 卡拉斯神父认为是恶魔夺走他的性命 因此与恶魔发生扭打 并向恶魔大喊离开小女孩的身体 进入他的身体 恶魔后来附身到了卡拉斯神父身上 但卡拉斯神父趁自己还有理智时 跳窗自杀 与恶灵同归于尽 染根恢复正常 但他不记得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事 电影结尾 染根母女两人离开乔治城 展开新的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纵观整部影片 他不仅在口碑上取得了成功 在商业方面也同样表现得不错 这也让人们意识到 恐怖片中需要加入更多 关于角色发展的内容 而这正是当时恐怖电影所缺乏的 影片所表现的人物角色性格 都描述得栩栩如生 更是增添了电影的真实感和代入感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感谢观看